宝贝,欢迎来到大波奇思维 你有没有觉得呀 生活就像一团乱马 越想理清楚 却越发纠结 心里总是沉甸甸的 好像背着重重的包袱 走也走不轻快呢 又或者呀 常常被各种烦恼 妄念缠绕 想摆脱却又无从下手 整个人都陷在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里 找不到那份平和与自在呢 其实呀 很多时候 咱们生活中的这些苦恼 根源就在咱们自身呢 不过呢 今天我想和你好好聊聊这个事 跟你分享一下红衣法师所指引的 修炼自身的四大诀窍我 只要你能跟住我的话 一步一步用心去体会 去实践 我敢保证呀 你就能慢慢找到那把解开生活乱马的钥匙 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净化 生活也会变得越发从容 美好 真正活出那种通透又充满智慧的人生境界呢 咱先来想一想呀 宝贝 人的这一生 说长也长 说短也短 一个人的身躯呢 也就六尺之长 有生有死 看似简单又平凡 可你知道吗 这小小的身躯里呀 蕴藏着大大的乾坤呢 苦的起源在哪里 苦的终止又该如何达成 以及那指向终止苦的道路 其实都在咱这六尺之躯当中呀 就好比咱自己的天堂和自己的地狱 也都在这里面呢 这也就是在告诉咱们 人得注重自身的修行呀 只有把自己这块心田耕耘好了 才能种出美好的果实 让生活充满喜悦和安宁呢 红衣法师呀 就深知这其中的道理 所以才会苦口婆心地劝诫世人 要重视自身的修行呢 他老人家说过这样一段话 心不妄念 深不妄动 口不妄言 君子所以存诚 内不欺己 外不欺人 上不欺天 君子所以圣读 以需养心 以德养身 以人养天下万物 以道养天下万事 你瞧 这短短几句话呀 可全是智力名言 蕴含着无穷的智慧呢 咱不妨一起来 好好琢磨琢磨 先说这心不妄念 深不妄动 口不妄言 君子所以存诚吧 心就像那一片田地 要是任由杂草般的妄念 肆意生长 那这片心田可就荒芜了呀 咱的心时时刻刻 都会冒出各种念头 有些念头呀 是好的 能指引咱走向正途 可有些念头呢 就是妄念了 比如嫉妒 怨恨 贪婪之类的 要是总被这些妄念 牵着鼻子走 那心里哪能平静地下来呢 就像古德所说 心如公化师 能化诸世间 无运兮从生 无法而不造 咱的心要是不前进 画出来的生活图景 自然也是乱糟糟的了 所以呀 要想做到心不妄念 就得时常自省 当那些不好的念头 一冒出来 咱就得警醒自己 赶紧把它们赶出去 让心保持清静 专注 而深不妄动呢 就是咱的行为 得有分寸 不能肆意妄为呀 每一个举动 都得符合道德和良知 不能做那些伤害他人 破坏公序良俗的事 口不妄言也是如此呀 俗话说 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咱说话可得颠量颠量 不能胡言乱语 要讲真话 讲好话 这样才能做到诚信待人 让人觉得 咱是个靠得住的君子呢 再看着内部欺几 外部欺人 上部欺天 君子所以慎毒 内部欺几呀 是最最根本的呢 很多时候 咱们总是自欺欺人 不愿意去面对 自己的缺点 错误 总找各种理由 为自己开脱 可这样做呀 只是掩耳盗铃罢了 自己心里 其实都明白 是怎么回事呢 只有坦诚地对待自己 承认自己的不足 才能有改正的机会 才能让心里踏实呀 外部欺人呢 就是和人相处的时候 要真诚 善良 不能靠欺骗 哄骗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咱得知道 欺人者 最终欺的是自己呀 一旦失去了别人的信任 那在这世上 可就难立足了呢 而上部欺天 更是一种敬畏之心的体现 咱得相信世间有因果 做了坏事 老天爷都看得见呢 所以要时刻秉持正道 不做亏心是我 这慎毒呀 更是一种高境界了 哪怕一个人的时候 也能严格要求自己 不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 就像那古语说的 莫见忽隐 莫显忽微 故君子慎其毒也 只有在无人监督的时候 也能守好自己的本心 那才是真正的君子呢 接下来是以虚养心 以德养身 以仁养天下万物 以道养天下万事 这以虚养心呀 有点像咱们常说的虚怀弱骨呢 心里要宽广 谦虚 不能太过执着 固执 要能容得下不同的意见和事物 就像大海能容纳百川一样 这样的心才能保持柔软 平和 不被烦恼所困呢 以德养身呢 就是要靠美好的品德 来滋养咱的身体呀 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心里总是充满了正能量 那身体自然也会健康硬朗 你看那些乐善好施 心地善良的人 往往都是荣光焕发的 就是这个道理呀 而以人养天下万物 是告诉咱们要有一颗仁爱之心 不仅对人要善良 慈悲 对着世上的万事万物 都要有爱惜之情呢 就像佛经里讲的众生平等 咱不能因为自己是人 就肆意伤害其他的生命呀 要尊重每一个生命 爱护大自然 这样世界才会变得更加美好呢 以道养天下万事 这里的道雅 可以理解成一种自然的规律 世间的正道 咱得遵循这道去行事 不能逆天而行 这样才能让咱的所作所为 对得起后世子孙 为这世界留下正能量呢 咱把这几句话拆开来看呀 每一句都是修炼自身的重要方面 合在一起呢 就是一套完整的修行法门了 可光知道这些道理还不行呀 咱还得把它们 落实到生活中的点滴小事里去呢 我这样 就跟你具体说说 怎么把这四大诀窍运用到生活中吧 宝贝 你可得好好记住咯 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每天给自己留出一段静心时光 找一个安静的角落 哪怕只有十几分钟也好 坐下来 闭上眼睛 让自己的心慢慢平静下来 就像那湖水一样 平静无波 在这段时间里呀 回顾一下自己一天的所思所想 所作所为 看看有没有哪些念头是妄念 哪些行为不太妥当 哪些话说得不合适了 然后在心里默默地反思 纠正 这就好比每天给心灵做一次清扫 把那些杂乱的东西都清理出去 让心保持前进 明亮呢 古时候有很多高僧大德呀 都会有打坐静修的习惯 通过这样的方式 让自己的心更加澄澈 更能洞察世间的真相呢 咱虽然不用像他们那样长时间打坐 但每天这一点点的静心时光 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你可以在这时 默念一些佛经里的真言 或者是那些能让你心平气和的句子 比如心若冰青 天塌不惊之类的 让自己的心沉浸在一种祥和的氛围里 久而久之 你就能更好地掌控自己的心念了呢 第二个方法呀 就是在生活中多去实践日行一善 这可不是什么高大上 难做到的是我 其实就是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比如给老人让个坐 帮助邻居拿个东西 对同事说一句鼓励的话等等 每一个小小的善举压 都是在积累自己的德行呢 当你用心去做这些好事的时候 你会发现自己的心里会充满了快乐和满足感 那是一种从心底涌出的温暖 比得到什么物质上的回报都要珍贵呢 而且呀 在做善事的过程中 你也会自然而然地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不会去做那些伤害他人的事了 这就是以德养生的一个很好的体现呀 就像佛家讲的种善因 得善果 咱种下的善的种子 迟早会开出美丽的花朵 回馈到咱自己身上呢 你可以准备一个小本子 把每天做的善事记下来 哪怕只是很小的一件事 等过一段时间回过头看看 你会惊讶地发现 自己已经做了那么多好事了 那种成就感和幸福感是无与伦比的呢 第三个方法呀 就是要学会换位思考 咱在和人打交道的时候呀 总免不了会有一些矛盾和摩擦 这时候要是只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 那就很容易生气 委屈 觉得都是别人的错了 可要是咱能换位思考一下 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一想 哎呀 也许他当时有他的难处呀 也许他不是故意的呢 那心里的怨气 可能就一下子消散了不少呢 这就是在修炼咱的人爱之心呀 用人去包容他人 理解他人 久而久之 咱就能做到以人养天下万物了呢 比如你和朋友闹了矛盾 先别急着去指责 而是想一下 要是你处在他的位置 会怎么做呢 会怎么做呢 这样一想 也许你就能主动去化解矛盾 和朋友和好如初了 而且你们的感情呀 还会因此变得更加深厚呢 第四个方法呢 就是要多去读书 学习 尤其是那些充满智慧的经典书籍 像佛经 古圣先贤的著作等等 从书中汲取那些先人的智慧 了解世间的道理和规律 这样咱就能更好的一道养天下万事了呀 读书的时候呀 不要只是走马观花式的看 要用心去体会 把书里的道理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 想一想 这句话对我现在遇到的事情有什么启发呢 比如读到天行有常 不畏遥存 不为结枉 咱就能明白世间万事万物都有它自己的运行规律 咱得顺应这个规律去生活 不能强求 这样心里就能坦然很多呢 而且呀 你还可以和身边的朋友一起交流读书心得 大家分享各自的感悟和理解 这样也能让自己的眼界更开阔 对这些道理的理解更深刻呢 宝贝呀 这修炼自身的四大诀窍呀 可不是什么一蹴而就的事 它需要咱长期的去坚持 去实践呢 但只要咱有这个决心 每天都努力去做一点 我相信呀 你一定能看到自己的改变的 就像那滴水穿石 非一日之功 只要咱持之以恒 那咱的心会越来越清明 身体会越来越健康 人际关系也会越来越和谐 生活呀 自然就会越发美好了呢 到那时呀 你就真正成了那个能掌控自己生活 活得通透自在的智者啦 所以呀 从现在起 就试着去做吧 让咱一起用这四大诀窍 聚会就那属于咱们自己的美好人生画卷吧 期待看到你越来越棒的样子哦 下次呀 咱再聊聊其他有意思又有用的生活智慧呢 喜欢大波其思维 不要忘记订阅 按赞 收藏 转发呀 下次见